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眼科醫師黃佑嘉 黃醫師 曾大哥好 大家好 還有這個是作家梁 好久不見 大家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藝人徐采晶 曾大哥好 大家好 我是妞妞徐采晶 好 歡迎以及精神科醫師 王鳳鴻王醫師 曾大哥好 大家好 這個我們今天主題是諾貝爾得主的女兒 加拿大有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 他叫艾麗絲孟若 他今年五月在家中過世了 享年九十二歲 他過世後幾天 他的女兒叫斯金娜 他就投書了加拿大的報紙 揭露媽媽的黑歷史 斯金娜說他從一九七六年九歲開始 遭到戀童繼父叫做佛萊姆林 長期的性侵 性侵 九歲開始 那一九七六年他九歲 所以他其實是一九六七年生的 一九六七年生現在就是五十六歲的意思 所以他在五十六歲出來講這段事情 媽媽走了嘛 那這個媽媽夢若 他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十六年後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他保持沉默 他是在二十五歲的時候跟媽媽說的 他二十五歲跟媽媽說他被繼父性侵 然後今天媽媽走了 他才出來公租社會 那麼這個而且他跟佛萊姆林 這個媽媽跟佛萊姆林 就是他的繼父保持了婚姻關係 直到二零一三年這個繼父去世為止 那整個事情 他的這個來龍去脈 這個故事還蠻長的 我們請黃醫師跟大家說明一下 首先跟他就是一位 加拿大諾貝爾獎得主 就是Alice Monroe 那我們簡稱夢若 那他其實不只是加拿大的這種 就是諾貝爾獎 文學獎得主 他本身也從他的這個作家生涯 裡面有囊獲他們自己 加拿大的各項大獎 那同時他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裡面第十三位女性的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所以換言之就是他的 在文學史上的成就是非常的偉大 那他本身就是以書寫女性的人生 經歷中的一些優微人性的著稱 他擅長用比較犀利冷烈的觀察 然後描述那一些其實是比較會涉及到 生活黑暗現實的 包括女性遭受到的猥褻 暴力 外遇或者是被外遇 甚至是自殺 所謂的當代短篇小說大師 那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歷程 那女兒是叫做Skinner 他在他的狀況是 其實他九歲的時候 因為這個夢若跟他的前夫 也就是Skinner的爸爸 已經離婚分居了 所以這個女兒Skinner是跟他的兩個 比較年長的姐姐 還有就是爸爸後來再婚的繼母 以及繼哥一起同住 就是那可是因為是這樣子的狀況 是離婚的家庭 所以這個女兒就是Skinner 他每年的夏天要花一些時間 跟他的母親 也就是這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夢若一起住 那這個過 可是他這個九歲 去住的時候 就是發生說 他的媽媽剛好跟他的繼父 就是這個弗蘭文結婚不久 然後九歲的時候 在有一天媽媽晚上出去 不在家的時候 這個繼父就對他施行了 這個性侵這樣子的劣行 然後他受到這樣子的 這個待遇之後 他覺得很害怕 在那個暑假當中 他也不敢說 然後就忍耐著 因為整個過程中 就是還除了說性侵之外 還會跟他講述說 我跟你媽媽的性生活 在一個九歲這樣的年紀 然後忍耐著忍耐著 回到自己家之後 他首先是告訴了 他自己的就是同父異母的哥哥 可能關係是年紀比較相近 所以他先告訴 他的這個繼哥之後 這個繼哥就很鼓勵他 所以後來又再告訴了繼母 也告訴了自己的親生父親 那沒想到他的這個親生父親 聽了這樣子的事情之後呢 竟然的選擇是沒有告訴自己的前妻 也就是孟若 選擇沒有講 然後假裝這件事情沒有發生 那這件事情的過程中 這個孟若 諾貝爾講的得主 他到底知不知道呢 他其實在 這個女兒 剛剛講發生事情是九歲 到了十一歲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隔壁鄰居的媽媽 來跟孟若講說 嘿 你老公在我十四歲的女兒 面前露下體 那這個事情那個時候就是 當然有引起一個家庭的討論 跟紛爭 但是孟若的老公 也就是這個渣男 這個這個framing 就是說其實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都是有多多少少用這樣子的方式 給這個兒童做性教育 就是用這樣子很荒謬的 藉口跟理由搪塞過去 而此時我們這個女兒發現 他的諾貝爾講得主媽媽 一句話都沒有說 然後就這樣過去 後來他就來到青春期 他發現青春期之後 這個季婦再也沒有要想要對他性侵 或者是猥褻的那種意圖在了 但是青春期之後 這個女兒 他就開始發現自己身體出現了 一些反應跟病狀 比如說會偏頭痛 比如說會暴食 甚至失眠 所以導致他的這個功課很差 照他的說法 就是雖然有念大學 其實也念得不好 後面也沒有辦法繼續的深造 那這樣的事情 到了二十五歲的時候 突然有一天 因為他們還是持續著 就是母女的關係 他們在聊天的時候 孟若主動的提出一個故事 就是講述說有一個女性遭遇她的繼父 性侵之後自殺的故事 然後並且對這個故事提出一個評語說 這個女生為什麼不告訴她的媽媽 那這個女兒Skinner聽了就是好像是因為當時他因為這樣的童年的遭遇就已經在接受心理的諮商的時候 他突然想起來說這個媽媽這樣講 那不如我也鼓起勇氣一試 把我自己的遭遇就告訴這個孟若好 告訴自己的媽媽好 所以他就真的是寫信給他的媽媽告訴他這樣的事情 那時候他二十五歲 二十五歲的時候 那沒想到這個孟若知道了這些事情之後 他的反應呢 讓這個女兒非常的失望 覺得說媽媽也太以受害者自居了 因為孟若的反應是什麼 孟若的反應是說 那你當年看起來好像在我這邊生活得很開心 那他知道這個事情 他認定老公會去性侵自己的親生女兒 是對自己婚姻的不忠 所以這種情緒就是很明顯 那這個繼父知道了 這個事情二十五歲的時候 這個女主角揭發的時候 弗萊明的表現是什麼 就是他也不否認 但是他就用那個就是很著名的戀童文學 蘿莉塔來舉例說 那你這個女兒就是當年自己來誘惑我 因為他想要跟我來一個性冒險 他就是一個破壞家庭的狐狸精 除了這樣子去貶抑這個勇敢的說出來的 Skinner之外 他還在這個家庭的這種會議上說 我手上握有很多Skinner 當年露骨的照片 小時候露骨的照片 你們如果敢去跟警察說出這些事情的話 那我就要讓這些照片曝光 然後另外這個繼父還大聲的說 因為當年生父 你明明就知道 可是你卻沒有阻止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默許 那所以經歷這樣子的風波之後 孟若的說法是說 他在幾歲的時候跟生父說 他其實在九歲的時候 他到第一次遭遇的時候 他回家先跟他的哥哥 季哥講 季哥講完 又鼓勵他說 那你就跟季母講 也跟自己的爸爸講 所以他九歲的時候 他爸爸就知道這個事情 生父就知道 但是生父就非常奇怪 是竟然選擇 不把這個事情告訴他的前妻 也就是孟若 所以這個生母在一開始 前面這一段的時候 並沒有機會知道 所以孟若在二十五 在這個自己的女兒 二十五歲的時候 才知道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說我太晚知道了 那我愛得太深 那如果你們期望我 否認我自己的需求 為了孩子犧牲 並且要我補償男人的過錯 那是我們文化 厭女情節在作祟 所以他就強調跟這個Skinner 這個女兒說 你現在跟我這個老公 也就是你的繼父的 這一些種種的各種行為 都是你們之間的事情 與我無關 好 那這一段應該怎麼 他的回應 應該怎麼來解讀 等一下我們繼續來討論 來 先休息 進廣告 好 那麼這個就是加拿大的 這個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 剛剛講的孟若 她在九十二歲的時候去世了 那這個就是她的女兒 叫思金娜 思金娜現在五十六歲 她在二十五 九歲的時候被性侵 那她在這個二十五歲的時候 有跟媽媽講 有跟 想小的時候就跟生父講 生父沒有反應 那麼現在媽媽走了 她出來指控這一段 那她講說 當她跟媽媽說的時候 媽媽說她太愛老公了 就是這個弗萊明 如果我期待 她否認自己的需求 為孩子犧牲 並且彌補男人的失敗 那就是對燕女文化 文化的屈服 她堅稱無論她跟繼父之間 發生什麼事 都與媽媽夢若無關 這個文學獎得主果然 就是把這樣的關係 用文學的方式 描述得很複雜 我先請教一下王醫師 那這樣子是怎麼解讀她這段話 她這話解讀起來 可能有點複雜 但是你可以這樣子想 就像是剛才黃醫師說的 他說你們沒有早點跟我說 你到你二十五歲的時候 才來跟我講這件事情 那說白點 如果說他們彼此的界線超級清楚 甚至有時候 藝術家他如果過度自我中心的話 他會認為說 你也成年了 我也成年了 你沒有早點告訴我 我跟你這個繼父的關係 已經幾十年的時間了 那你要告他的話 那你就去告他 這個不是我的事情 是 如果今天你這樣來跟我講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我要負責任嗎 那你要我負責任 意思是說 那因為你是我的女兒 所以我必須要對你全新的投入 所以我必須要對你付出很多 所以他我在猜 我這種個人的解讀 他把他這跟厭女扯在一起 他可能是用這樣子的角度去硬拗 但是本質上說白一點 其實就只是想要切割 他想要去切割 切割什麼 去切割親密關係之間的那一種義務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 大家骨子裡都瞭解 做母親的 我們一直賦予他一個所謂的天職 就是他要保護自己的小孩 對 對吧 那但是如果有一些人 也許比較激進一點的那一種女性主義 他會覺得說 為什麼這個東西叫做母親的天職 那我養這個孩子養到大 然後我付出我該付出的東西 那這部分所有人都應該保護這個小孩子 他的父親應該保護 他的媽媽應該保護 他的兄弟姐妹 也許都應該彼此要互相幫助 那為什麼把所有的責任 都丟到我頭上來 可是這一句一開始就找媽媽 好像有一點點像是在那邊告訴你說 你看都是你害的 你要給我負責 就是詩巨納覺得是應該媽媽要負責 是這樣子的東西 可能會有這種解讀 對 那所以當一個非常自我中心的人 他想要去做切割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把他倒向說 他為什麼要去寫那個同情人家的 那個小說 所以他才鼓起勇氣說 媽媽既然同情他 他應該也會同情我 是啊 所以你不覺得很多的藝術家 不好意思 會得罪到李洋老師 很多非常好了不起的藝術家 講的文學裡面都是悲天悯人 但他自己做 做得很了不起嗎 沒有吧 我看到很多藝術家敗得的才一大堆 文章底下寫得很好聽 但實際上做的事情很亂七八糟 這太多了 什麼東西都是塗狗背 什麼東西都是 是 所以母親他就像是剛剛黃醫師 我覺得他的形容很好 也許是大家的評價都很清楚 就是孟若他對於女性的遭遇 是很冷烈的觀察 所以他觀察得很詳細 他寫得很清楚 他也許是一個非常清楚的病理老師 我們在很多的知識分子上面 也看到這樣子的特性 就是講問題的時候 講得頭都是道 分析都分析得很清楚 可是真的要你去解決 真的要你去付出你的精力 或者是付出你的代價去解決這件事情的時候 很多知識分子都說 我只是講出來問題 我解決事情跟我無關 這種東西太多了 那如果這個事件是你的女兒 他跟你講的時候 你會作為一個正一般的媽媽 會怎麼回應 如果我是爸爸的話 直接衝過去揍人啊 揍弗蘭銘 對啊 當然不應該真的揍 為什麼不能揍 因為心裡面很想揍 但是精神科醫師不崇尚暴力 所以我一定會第一時間 我會先站在相信這個孩子身上 相信這個孩子所說的話的角度上面 去告訴他說 好 這第一個 這不是你的錯 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絕對不是你的錯 對 第二個 老爸一定站在你這邊 然後呢 我們去釐清這個事實 對 去搞清楚 到底前前後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如果有任何問題 該提高的就提高 該訴諸法律的 絕對要訴諸法律 絕對不能退縮 中間未來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不管這世界發生了什麼 我就是一定站在你身邊 如果是我他父親 我是他的父親的話 我一定會做這樣的事情 這個事情是對 施金納最大的幫助 當然 因為我是他的父親 因為任何一個人在挖挖落地的第一時間裡面 他所受到的第一個 第一個接受到幫助的 就是爸爸跟媽媽 媽媽第一 爸爸第二 對 所以很多時候 為什麼施金納 他會這麼的難過 我相信有很大的部分 是因為母親真的在這部分 很嚴重地背叛了他 這是你跟他的關係 這個跟我無關 那我想那個感受是非常的 母親沒有從一個很 就是天性上的母親去流露他的感情 對 那這其實還不是最糟的啦 其實像前陣子不是有一個 很有名的那個電視劇 就是《華燈初上》 那個楊瑾華演的那個角色 就是這樣子 他被繼父性侵之後 他的媽媽甚至還跟他說 你是不是跟我搶男人 這種東西在實際的臨床上面 非常多見 我覺得有時候有些做媽媽的 特別是那種經濟弱勢 或者是他必須要仰賴 這一個男人生活的這個女性 有時候他們自己很容易 認知上面會扭曲掉 那個認知扭曲掉的結果 就是他們必須要去粉飾太平 去告訴人家說 這個男人他會對這個女兒 做這種事情 女兒也有錯 我們的文化就是這樣子 遇到事情的時候 先去檢討受害人 你是不是穿得 這個媽媽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覺得你女兒是被性侵 怎麼會說要跟他搶男人 夢若的那個狀況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們自己實際遇到的 如果媽媽做出這種話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這個媽媽 其實是弱勢的 在這個家庭裡面 他是弱勢的 所以他必須要找一套理由 就像是你為什麼會被欺負 那你一定是你穿的太平路 那你為什麼會被人家罵 是一定你做得不好 對 那你為什麼在學校裡面表現不行 為什麼人家會打你 一定是你有什麼地方惹人厭 這種遇到事情 先怪罪自己 對 那常常是因為你本身在這個環境底下 你其實處在一個相對弱勢的角度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你就會很直覺地衍生出這樣子的反應 所以當媽媽特別說是像那個華東說 那個劇情裡面 那媽媽很顯然 他就是要靠那個男人 對他而言 這個男人就是他需要去爭寵 要去羨媚的一個對象 那反而一個女性出了這個事情之後 他沒有想到的是自己女兒在這個過程中受到欺負 他想到的反而是 天啊 原來我的男人有外遇的 就像孟若說的 我的男人竟然有外遇 他第一個想到的是這個 所以他如果像你剛剛講 華東出場 他把他揭發的話 他整個家全毀了 他怕這個 對 因為害怕這樣的東西 所以只好在認知上面 自己欺騙自己 也同時用這樣子欺騙自己的東西 來去怪罪別人 今天也邀請到彩晶 那彩晶其實也跟這個士金納 大概有同樣的遭遇 等一下再來聽你的故事 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這個彩晶 可不可以來跟大家這個分享 你所碰到的遭遇 因為我媽媽是以前 他四十四年次 所以他以前是小三 對 但是他跟我大媽住在一起 對 老婆人把這個小三也帶回 對對對 但是因為據我親爸爸講 他說在我 妳的生父 對 生父 在我生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分開了 就是嬰兒的時候 他們就分開 你媽媽是小三的時候 跟你的繼父分開 還是跟你的生父分開 對 然後一直到我國中 國小二年級的時候 因為那個年紀的時候 很多人都叫我們私生子 所以我媽媽不希望 私生子這三個字在我身上 因為一直被人家笑 所以他就找了一個 小他五歲的一個男生 就是我現在的姓的 言吳許這個姓的的繼父 然後那個時候 他跟媽媽在一起 他跟媽媽在一起 媽媽都要去工作 可是這個繼父很少在工作 基本上都是等於是我媽媽在養 對 可是我一直很害怕到 晚上的 媽媽去做什麼工作 我媽媽是 她是舞者 表演 舞者 對 以前都是什麼歌廳秀 那些 要很久嗎 出去工作的時間 基本上 我等於是在這個家庭長大 媽媽都出去 大概一檔就是兩個禮拜 對 兩週不在家 所以等於是 你的保護傘不見 對 所以每次到晚上的時候 我會特別害怕 對 因為 他什麼時候 開始對你伸出狼手 他們結婚不到一年的時候 就是媽媽把我交給他們的時候 那時候你多大 我那時候才國三 國小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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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差不多九歲 在園林的時候 萬寧票 對 萬寧 對 那時候一旦你到了晚上的時候 你會特別害怕是 他會不會來我房間 然後他很習慣性 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 我只要喝酒 對 然後一直到最後 他每次喝完酒的時候 他就會說一些很不入流的話 然後甚至說 你看你媽媽 就是跳舞給人家看 因為那個 那個封建時代 等於就是講這些話 讓我覺得說我媽我會變成自己很自卑 對 好像是我的錯 你這個紀錄是個爛咖 他要你媽媽去賺錢 然後又要瞧不起他 通常這樣 對不對 是 有種你出去賺 通常這樣 你把太太當公主在家養 沒辦法 那個時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後我也只能那個男人很爛好不好 那個時代絕對有好的男人 可是我們那時候根本不懂 不懂 可是不能怪那個時代所有的男人 在我那個 在我那個的想法 我只想要有一個家 我不想被人家罵 失身子 對 所以他說什麼 我就做什麼 甚至到有一次他跟我講說 來 你來我旁邊 他就看著電視來 你跟我一起看 你看那個他們就是放A片給我看 那時候你多少 就是國小三年級 小三的時候 那小三的時候還沒有發育完成 沒有 所以他說叫我衣服脫掉 陪他一起看 就這樣 記憶非常深刻 然後一直到 甚至我媽媽送了一個娃娃給我 他 他只要問你依賴他 所以他希望這個娃娃是代表我媽媽 可是到有一次一樣的情景 一樣的狀況下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把娃娃的頭拔掉 手拔掉 腳拔掉 裡面就是他的吸毒器 所以所有都在裡面 ok 所以那個娃娃是你最心愛的網偶 對 結果他們拿來裝他的 他的吸毒器 但是他把他分吃了 對 在我面前 先睡了 對 然後我會覺得我很難過 那一種很難過 結果是說 那是我最愛的東西 但是他就一邊吸給我看 吸毒? 對 一邊告訴我說 我媽媽就是一個不ok的女人 就是很喜歡穿很少給人家看 就講這些話 其實對一個國小的女生來說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做錯了什麼 對 然後一直到 我曾經有跟我媽媽說 媽媽我很害怕我自己一個人 我怕你不在家裡 她說我為了賺錢給你們 我為了要養你讓你去讀書 講到這裡的時候我就閉嘴了 媽媽沒有發現異眾 沒有 因為我很害怕我媽媽不開心 她只要不開心 我就覺得我要被打了 會誰被打 我 妳會被誰打 我就要被她打 被媽媽打 對 我媽媽就是她只要不開心 她就會罵我 打我 但是甚至於我跟她講的東西 她也不一定會接受 一直到這個肌膚 她可能就是吸了 或者是喝酒了 然後我媽媽從二樓跳下去 我媽媽那時候才真正的醒來 那妳在小學三年級 她逼妳把衣服脫光 她在那邊看A片的時候 妳知道那個事情發生什麼事情嗎 小三懂那個事情是什麼 不懂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我那個時候 只會為什麼我要 我要看著妳做這些事情 我真的不懂 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 那她 她什麼 她有對妳伸出狼爪 就是性侵妳嗎 她就一直摸我 就是摸 然後摸完的時候 她就吸 吸完的時候 她就自己來 OK 那可是媽媽一出去 就兩個禮拜 到了晚上很恐懼 那怎麼辦 沒辦法 我就是這樣一直承受 一直承受到我媽媽決定離開她的 那一刻我才是解脫 我有曾經跟我媽說 媽媽妳可以不要再找男朋友了嗎 因為我會怕 可是她也從來沒有去問過為什麼 我剛剛又講說 只要我講了什麼 我媽媽就會生氣 她說那誰賺錢給妳 誰讓妳讀書 誰讓妳吃飯 對 然後我就閉嘴了 是 就現實的問題 現實問題都讓她自顧不暇了 對 但是 我也跟我媽說 媽媽娃娃壞掉了 她 她不完整了 我媽說 你為什麼要把她弄壞 那是爸 你就說那是爸爸弄壞的 我說可是那不是我用的 她就是你用的 你看她也是不相信 可是她不會 她不是不知道 是不是王醫師 可以這樣講嗎 其實這樣子 有時候真的必須說 那個妞妞的媽媽也是可憐人 我們遇到過很多這種社會底層的女性 遇到一個爛男人 然後還要養 還要被打 還要一個人出去工作 去賺錢 那當她已經一切的經歷 全都浩劫的時候 她其實就已經沒有能量 再去照顧其他的事情了 你可以發現嗎 其實當一個女兒告訴你說 媽媽你可不可以不要出去的時候 其實一個還有能量的媽媽 應該下一句就是 你會這樣子說 有什麼樣子的關係嗎 可是當母親已經浩劫的時候 他下一句話當然就是 我不是去誰賺錢 因為他腦袋裡面就是我家賺錢 對啊 其實這個時候只要還有一點點能量 再多問一句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你有什麼東西在害怕嗎 那如果遇到什麼事情的話 你要不要跟我說 往往這件事情就可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慢慢地滾出一些背後的真相 這樣子 可是有時候當事人也是很辛苦 那最近國小三年級這樣事情開始之後 對你的功課 學業影響有多大 其實影響很大 因為我那個時候讀 讀國小的時候 我也試著跟老師說 想要表達 可是老師他根本不會相信我講的話 甚至因為這個繼父的 我叫阿祖 他的阿公去到學校說什麼 我拿了他的兩百塊錢 可是我也說沒有 老師也不相信 他甚至把我關起來打給全班看 對 所以你已經沒有一個出口可以講 所以我能保護你的人都沒有 沒有 我在那個家阿祖 他也會摸一下摸一下 吃個豆腐他也開心 是喔 可是你根本沒有 你沒有人可以講 所以你還是放在心裡面 你看到載精的這個淚水到現在 不斷地滾滾而下 你就知道他受傷多慘重 那其實以為這樣的噩夢就結束了 事實上 媽媽後來又交了男朋友 又交了 等一下再來講這一段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載精 媽媽後來又交了男朋友 那這個男朋友怎麼樣 我覺得他曾經給我一個希望 我覺得我有一個家 因為我從來沒有一個媽媽交過男朋友 會去關心我的三餐 然後會看到我媽媽打我的時候 會出手攔下 會給你圍 對 甚至跟我媽說 小朋友不要打 用講的就好 對 這句話一直讓我很記憶深刻 甚至他那個時候五十塊剛開始 那種黃色的 銅板 對 五十塊那個時候 他甚至去換一千塊來給我 噢 他說你放在你的助攻裡面 這樣子的話你如果有急需的話 或者是媽媽跟我如果不在的話 你可以用 那時候我覺得哇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爸爸 可以倚靠了 對 靠山 對 甚至我們那時候 雖然不是過得很好 一台摩托車載著我們一家四口人 因為他們還帶了一個姐姐回來 他說一起生活 然後我媽說是從羅東救回來的 所以我們就一起生活 那個姐姐多大 那個姐姐跟我差一歲而已 比你大一歲 對 然後我們就一家四口 那時候你幾歲 媽媽在找這個男朋友 國中一年級 國一 國一大概十三四歲 對 十三四歲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開心 我覺得我真的好幸福 很少感受到這種愛 完全沒有 因為你第一個能感受到說 媽媽在打你的第一下 因為以前人家都是我媽打我 我媽叫我幹嘛 我叫我跪我就跪 我 他沒有叫我起來 我絕對不敢起來 你這個應該很強烈 因為我記得以前我媽媽 如果你跟我說的時候 阿嬤如果說 別再說了 這樣就好 所以是要阿嬤最好 對不對 甚至 甚至連餐桌 我媽沒有夾飯 我沒有夾菜我都不敢 但是唯獨這一個 這一個季夫 他讓我覺得喜歡吃什麼就夾 哇 讓我感覺非常的深刻 然後一直到國 那這個季夫當時幾歲 他跟我媽差八歲 小是吧 大 大八歲 大八歲 所以我會覺得 哇 我有個爸爸 我有個很完整的家 所以我很開心 我每次一看到他回來 我第一個就是 就是叫他 然後跟他撒嬌這樣子 然後我媽也很開心 好 那甚至我覺得在我讀書好的時候 他還會獎勵我 所以我會覺得 哇 這 這 這要去哪裡找 所以我非常非常愛他 對 而且那時候讓我媽媽變得 沒有那麼的兇殘 因為 因為我媽媽生氣的時候 你可能手上拿到 你想要每次 你有看過菜刀飛過來 親眼看到 所以在他身上 我整整待一年 過一年的快樂日子 完全都是沒有 不開心 一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說 我國一讀 讀書的時候 他讀半年 要讀國二的時候 他說你要認真讀書 好不好 我就說好 他就這樣子 幫我支撐到國 算是那個叫國中畢業後 他說要讀書 他說你確定要讀嗎 我說對 我想要繼續讀下去 好 然後一直到我 我繼續往上讀的時候 就是高職 對 高職的時候 然後讀到半年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我們家裡的經濟狀況 不是很好 要不要休學 對 我就說 好 如果真的不行 我媽都開口 丟致丟致丟致 對 她就說一起賺錢這樣子 我說好 然後到我答應 要出來賺錢的時候 就那個時候沒有多久 幾乎喝醉了 媽媽不在家 帶著姐姐先去工作 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當歌手嘛 然後她喝醉了 直接到房間來 就性侵 那時候妳高音 對 就性侵 性侵的當下我 我只能去廁所 可是她平常那麼愛妳 妳會覺得很震驚 我真的 對 我就在廁所裡面 一直關著 性侵完了 對 我一直關著自己 然後我就一直在浴缸裡面 我完全都不知道自己怎麼了 然後她有敲門 可是我記得很清楚 就是我不敢敲門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還沒有回來 那個當下 到最後 她自己拿那個一塊錢 開了我那個廁所的門 她說 因為那個一塊錢是可以用 那請螺絲起直這樣 對 我那時候我才驚喜 我說 我 我說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一直哭 一直哭 她就跟我講說 你放心 我會很愛你 就像愛你媽一樣 那你知道你媽媽的個性 如果這樣了 你媽媽會發生什麼事 你應該很清楚 因為媽媽個性很剛烈 然後意思是這樣 對 然後我就 我就說 我自己就說 我不知道我要怎麼辦 可是我覺得這樣 我不知道 所以你不敢講 對 這種事情一直發生 一直到高職快三年級的時候 所以你又一直在讀高職 對 因為我畢業完後嘛 不是 我不是已經 已經休學一年 後來的一年 我說我要復學 對 因為我答應你們 我出來工作 好 那一直到我復學後 一直延續 延續到我高職畢業 對 可是在中間 我有試著跟我媽說 媽 我如果說 如果啦 我 我被 我被怎麼了 你會相信嗎 你要暗示她 對 我說如果叔叔喝酒了 我不小心 我被怎麼了 你相信過我 你會相信我嗎 她說 不會啦 她那麼愛你 不可能啦 她又再次再度地否認 對 我說那如果不小心了 她說 那就是你勾引她 那一定是你的問題 那你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當歌手 其實真的 也因為環境的關係 我們也沒辦法傳很多嘛 所以當我聽完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完全都不講話了 完全都不講話 我就說 崩潰 對 因為我就是躲著 你只能 你只能說 那我要怎麼做 唯一可以求救的 對 可是不管我發生什麼事情 我永遠都是第一個被打巴掌的 就是我 從來沒有人會相信我 所以我會變得很自卑 我會覺得我好像 我好像做什麼都是錯的 可是那個姐姐反而比我好 這樣的關係 性侵長達九年 因為她一直用 因為我很愛我媽 所以我希望她對我媽好一點 所以我想要自己維持這個 假象的家 家庭 也許是我自己的幻想吧 唯有不揭穿 這個家才那個 才是完整 看起來完整的家 才完整 對 可是錯了 我一直做一直工作 我從早上做到晚上 甚至夜店 我還要去工作 因為那個時候因為家庭的關係 因為家裡欠債 所以我甚至去自己去學鋼管 因為那時候鋼管說要三萬塊 我沒有那麼多錢 我們家如果那麼有錢的話 我就不用那麼犧牲 就去學鋼管要花三萬塊 對 因為那時候鋼管也剛興起 三招就三萬 下面倒掉 上面倒掉 再一招隨隨便便的一個物資 是 三萬 可是我沒有那麼多錢 所以我就去學校學鋼管 因為我媽媽那時候哭著跟我說 這個錢一定要還 多少 我那時候 去我全部整合下來 大概三四百萬跑不掉 缺三四百萬 對 金媽媽欠了 還是那個 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們本來就愛賭了 對 那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沒有跟他們出去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錢是怎麼欠的 但是因為我不想要再過著 就是被那種高利貸 然後你關什麼 你不能講話 媽媽來講 你不可以講話 然後 人家來偷笑 對 人家來 處理或沒人 對 甚至你還有 甚至車子被二代 我們明明都開到這邊了 你下一秒鐘 你的車子不見了 才發現是銀行牽走了 當這些事情都一一的發現的時候 我只能去選擇說 好 我去面對這些 然後去學鋼管 然後又唱歌 又跳鋼管的 半夜還要工作去跳鋼管 回到家裡的時候我還要半工半讀 我還要工作 我還要去讀書 早上還要讀書 就這樣連續下來一直到 一直到我讀專科 有一次我真的就是 卵巢癌 卵巢 割掉了一顆 他說那時候已經扭十二公分了 扭轉變黑了 就在保健醫院屏東 他說這個時候你再不趕快開刀 專科等同才大學生而已 你就卵巢 我就卵巢 卵巢反黑 十二公分 他說如果你再不馬上開刀的話 拿掉的話 你可能就已經這個心命不保了 因為我痛到不行 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繼續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彩巢 你曾經輕生過 就疤痕還在 人家都以為是為了男人而輕生 但是是因為我的工作 我的壓力 我的家庭 其實別人不會去看你的工作 有多麼的努力 因為我一直很希望讓人家看得起 所以我很努力的工作 做任何一件事情 可是我真的受不了 那種輿論的壓力 真的太大了 他們甚至說 我跟我媽媽搶男人 然後讓我媽媽跑出去 然後甚至說 我就是 我這個肌負的 什麼人這樣說 就很多外場的人 工作的身邊所有的人 可是我真的受不了這些壓力 所以我真的想要了斷 活不下去了 太累了 因為你沒有一個可以講的 甚至你曾經跟一個朋友講 可是那個朋友把他當笑話的 跟大家大事宣傳 那時候你 當笑話講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沒有一個可以讓我信任的 家裡也沒有 外面也沒有 甚至我姐姐知道 這個跟我相處的姐姐 跟我住在一起 你明明知道 這個關係是這樣子 卻延伸出你也是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會整個會崩潰 等於是我一個人賺錢 全家人在花 那些錢是我賺的 絕對都有證據 那我請教 就是說長達九年的性侵 他很頻繁地發生嗎 對 有幾年是頻繁地發生 一直到我會反抗的時候 因為我 我覺得當我發生事情的時候 當我會反抗的當下 他知道他抓不住了 他甚至用我媽媽來威脅我 他什麼威脅 他說 你看你媽媽現在已經是癌症 你如果再這樣下去 他怎麼辦 可是你忘記了一件事情 他忘記了一件事情 也是因為你讓我媽媽過得不好 我才要放棄 因為他不在這個家了 我才不想要繼續在這個家庭 生存下去 很多人說怎麼可能 你自己有腳不會跑 問題是 我希望我媽媽快樂 不管他怎麼樣對待我 畢竟他是 他是用他的身體去賺錢 養我長大的 是不是 他也要這樣子奔東奔西奔 當媽媽不相信你說你勾引 他的先生的時候 你會恨他嗎 我不會 因為我覺得他需要一個 理由 借口 他願意弱勢 所以他需要一個依靠 我一直覺得我媽媽需要一個 因為我覺得他會生孩子 他並不一定會教育我 他會養我 會養生也不會教 對 我說 我說講的 我講的是事實 他會生他不會教我 但是我知道是他需要一個男人給他 那個姓姓你的男人長到九年 你會想要拿一支桌子 我曾經想過 我甚至到我最後 腰倒最後一根稻草 就是我知道那個姐姐 我打 我跟那個姐姐打架 我甚至用 用那個電話線 我勒過他 我說你要死 你怎麼不去死一死 我崩潰到這種程度 那他有沒有對你 大你一歲那個姐姐 從外面帶來的姐姐下手 他們就是這樣 就是這一層關係 我是最後一個才知道的 我媽媽一直懷疑的是他 可是殊不知 他女兒也是受傷的 可是這個姐姐是性甘情願的 可是我是最後一個 蒙在鼓裡面的人 所以我才會瘋掉 我才會覺得說 我像個傻子 我一直在賺錢 養你們這些人 然後到最後 車子這個肌膚給我什麼 他讓我身心受傷 他甚至車子是我的名字 他還讓我一百多萬的負債 就是這個車子 一直沒有去繳錢 再來 房子他跟我媽媽說 他用房子去讓我媽媽留下來 然後讓我去想辦法賺錢 可是這房子寫他的名字 最後這個房子也沒了 說媽媽還有另外生了一個兒子 我哥哥 那媽媽對待你跟哥哥有不一樣嗎 一定對我哥哥比較好 為什麼 都你自己看 可能是因為重男輕女是一塊 再來就是我長期在他身邊 哥哥卻不是在他身邊 所以哥哥比較比較珍貴 甚至到他最後要走的時候 他已經就是連醫生都說 這個真的活不久了 可是他還可以支撐到 然後迷留的當下還可以一直到一個禮拜多 我覺得他應該是放不下我哥哥 所以那個時候 所以哥哥不回來 沒有 他在大陸 所以我用MSN 然後讓我哥哥跟我媽媽視訊 然後視訊完 我真的沒有騙 隔天就走了 那走之前 媽媽有對你講過自製片語 他對你的不捨嗎 沒有 完全沒有 我很希望他跟我說 我是他的最驕傲的女兒 可是我從小到大 我從來沒有得過 他一句稱讚我的話 可是我還是很努力做給他看 雖然很多人不認同 或者認為說我是余孝 可是我覺得他畢竟還是我們 那你為什麼決定在這個時候出來講這個事情 小時候我們沒有能力 我們講的話沒有人相信 甚至我相信我身邊有很多人也是這樣子 我想要站出來講 讓大家知道 讓女生做現在這個社會 你有資格講話 你要站出來 你不要受傷 你不要最後你受傷了 你去自產或者是你去八大行業 不是說什麼我沒有 並不是而不是你去墮落自己 那幾乎還在嗎 還在 聽說他年紀這麼大 還生了一個baby 那你會想要公諸於世嗎 你看那個弗萊銘不就被他被他那個告嗎 這樣他不要好過 其實他現在沒有很好過 管他的 他真的沒有很好過 其實在南部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誰 知道他這個惡行就對了 都知道 但是我要不要其實只要跟我生我的人 小時候長大的人都知道這一位先生是誰 那他的孩子也知道他爸爸 這樣子的狀況 因為我曾經有講過 我相信 他叫什麼名字可以說嗎 很好笑一件事情 他跟我們相處在一起 他的名字是假的 那你知道他真名嗎 我還真的不知道 我就太 那他的假名叫什麼 我們講假名沒關係 講假名應該沒有什麼法律的那個 他叫順和 順是順利的順 和氣的和 和氣的和 好像不太順不太和 缺什麼補什麼 那黃醫師聽完 財經的這個故事有沒有什麼感受 老實講很心痛 然後也很感謝財經這麼勇敢 這麼就是為了其他的女性站出來講 因為他絕對不會是唯一一個 也不會是後面最後一個 那所以我看到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社會更要給我們女性機會 給女性受教育 就是不能夠老是處在弱勢 處在弱勢的時候 真的就會沒有能力 而且很容易自我受限 自我貶抑 你現在需要看心理醫師嗎 我覺得應該不用 因為其實我一直很希望這幾十年下來 我一直希望往上走 我一直希望大家看到的是我的正面 正能量 因為 你又沒有錯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是你自己不講出來 是你自己 在這以前 講出來哪那麼容易 在這以前大家指責是我 可是從今以後 大家看到的不會是這樣子 對 王醫師有什麼評語 其實我覺得像牛牛講的 當你有一些事情說出來 沒有人信 沒有人支持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最近衛福部 剛好有一個新的那個計畫 就是說以前是只有年輕人 那現在到成年人了都可以 就是說會有三次免費的政府出錢 你可以去找那個專業的諮商師 我覺得這蠻值得推廣的 就是說有什麼事情 你如果真的覺得你身邊任何人 都不會相信你的話 那你至少可以到專業的地方 而且還是政府幫你出錢 你有三次的機會 可以好好的談一談 我覺得這點 其實找一個人說 而且那個人願意支持 至少他願意認真的聽你說話 我覺得這蠻重要 那采星我再請教你 那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之後 對你的婚姻感情有影響嗎 我不敢結婚 然後我也曾經 我覺得我跟我媽媽好像 我學了我媽媽某一些 不OK的想法 就是我也希望有一個男人的依靠 我也希望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家庭 可是你越想要你越得不到 所以我到現在我一直病持的就是 現在的我是最好的 天啊 影響這麼重大 等一下我們繼續來討論 來先休息進廣告 我覺得把重心來放在你如果被性侵的那一個人 你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你會得到你的保護 我覺得我們先把這個問題釐清 因為這個是已經談了這麼多的這個事件之後 我覺得一個可以告訴大家的重要的一個面向 我像我說的二十五那個他二十五歲的時候 他們自己處理的這個問題 那麼這個女兒可能覺得沒有得到媽媽的支持 那個是我們以後要談的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這麼多年之後 夢露死的時候 這個女兒站出來 像媒體講 而得到了他 像全世界公開 像是全世界公開 而得到了OK 至少我們覺得同行 他或者是說 他應該有的正義或者是什麼 所以因此這種事情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深刻的感覺 我想這種性侵發生在各個層面 各個家庭 很多的人都碰到這樣的問題 而這些九歲十一歲 或者是幾歲的孩子 根本沒有這樣的能力來 不管是有的連說出來都不敢說 因為就是沒有辦法說 因為他還沒有被教導 怎麼去面對這個事情 或者像夢露的女兒一樣 說了也就大家私下就說一說 擺平了這樣子 所以因此給大家的一個教訓 我們不談這個文學家的 給的例子的話 我們也可以很看出來 這種事情呢 如果你在你身邊的人 沒有辦法處理的話 訴諸公眾跟媒體 是一個自救的辦法 那黃醫師 你的朋友也有類似的遭遇 那你怎麼告訴 他怎麼告訴你 就是我想先補充一下 就是關於那個官司的事情 其實夢露跟他的女兒Skinner 這樣子的關係 就二十五歲 講了之後 他媽媽沒有處理之後 他們並沒有馬上斷絕關係 只是說比較默然的 只是單純的 好像電話這樣溝通 但是到他三十八歲的時候 你說沒有斷絕關係 是施金娜跟媽媽 還是施金娜跟爸爸 施金娜跟媽媽 因為媽媽雖然不支持他 他內心也確實非常痛苦 可是他們之間並沒有 真的說斷絕關係 是到三十八歲的時候 就是說這個夢露突然 Skinner就是這個女兒 突然哪一天看了這個人家媒體 在報導 報導什麼 訪問這個夢露 結果夢露說 他自己的家庭關係 跟三個女兒都非常的緊密 非常的親密 然後自己就很安然的 住在這個加拿大的這個 這個 養老院 就是說養老 就他說的是鄉下 也就是說他自己過了 一個平靜 安靜的 然後而且跟女兒非常緊密的 那種幸福快樂生活 其實是這個這個女兒 看到了這樣子文章之後 他受到刺激 因為真的不是這樣 所以他就去二零零五年的時候 他去法院 就是去控訴 他的這個繼父 那繼父是馬上就是當庭認罪 因為有非常多的證據 包括照片 包括文字的記錄 那那個時候三十八歲的Skinner 就是這個女兒 他說什麼呢 為什麼要去法院 我覺得這邊很重要 他說我相信呢 那個時候因為男生已經 就是這個繼父已經八十歲 他說我相信他已經老到 無法傷害任何人 我只是想要公開事實 留下任何人都能查看的紀錄 證明這一切不是我活該 老實講我為這句話很感動 那因為這樣子的事情 二零零五年就公開了 並不是說什麼大家是 我覺得不是說他死 他媽媽死了之後 他才來向媒體爆料 沒有他二零零五年就去法院 如果像我們現在你說什麼大明星大藝人去法院 早就媒體就爆料成一堆了 可是那個時候確實沒有什麼媒體報導 然後在二零零八年的時候 稍微有知道這樣子事情的相關的一些編輯 相關的也許這個編輯作家 才去訪問這個愛麗絲夢若 那夢若是要求說 你現在不能錄音 那我跟你講二零零八年 三年之後 他說這件事情 女兒去這個法院告這個繼父 這樣的事情 讓我整個人都毀了 但是我毀不是因為我做了什麼 而是我的老公做了什麼 這個也很很深刻的意思就是說 那他從頭到尾對於他的做法 對於他不支持女生 不支持自己被性侵的女兒 其實他不認為他做錯了什麼 他認為這個錯都是他老公 都是這個繼父的 到底關我什麼事情 那所以這個才會是造成說 他們後來關係是不聯絡 而且後來怎麼樣是不聯絡 其實是在這個女兒 自己也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 之後某一天夢若 也就是阿嬤說要來看這個孫女 對 他然後他就女兒也說好 那你就來看 但是夢若說不好意思 我不會開車 所以這個弗蘭明會開車 要他來 又會見面 那他就很不想要跟他見面 然後他也很擔心自己 就是兩個女兒 我自己都遭遇這樣 我女兒在遭遇這樣 我怎麼受了 我當然不要看到弗蘭明 就跟他的母親名講 也就是夢若明講說 不行啦 弗蘭明不能來我家 你就自己來 那夢若這個時候 還是堅持要弗蘭明載他 因為他不會開車 不方便 那個瞬間 這個女兒才整個清醒 然後後來跟他的媽媽斷絕關係 即便我這麼痛恨 你還是讓他來 我已經忍耐成這樣 就只為了再開車 對 他也可以坐汽車 是啊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故事我們 你一定要去看 我覺得他很有價值 是說大部分的人 並沒有這樣子的能力 去把我深受的痛苦 說得這麼清楚 不管是女兒 還是媽媽的角色 所以真的很值得研究 那我我們的朋友並不是沒有 沒有這樣子的例子 比如說我自己 這個朋友的例子 我們怎樣說 其實他被性侵是一個非常大的傷害 可是那個 那麼大的傷害 似乎被母親的背叛遠大於這個傷害 性侵這個傷害 而且我覺得還有個重點是 他真的 他真的就是想要公租這個事實 可是加拿大媒體有理他嗎 沒有 所以其實後來很多評論者是說 這個加拿大的這個沈默 才是讓他們害怕的地方 原來我們所處在的環境 我們所處在的一個自由的國家 我們對人性遭遇到這樣不堪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是選擇沈默 那那個沈默是因為 那個沈默是 因為他是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夢露已經拿到諾貝爾文學獎 因為他二零一三年 他就拿到了 所以這是對權勢的一種縱容 或者是掩蓋 是 因為二零一五年 就已經法院出了 然後二零一三年的時候 拿到諾貝爾文學獎 之後其實媒體不太講 就不太講 對 然後所以這個夢露 有什麼稱號呢 事實上他因為比較低調 比較謙遜 然後好像真的都很好的樣子 他竟然有聖艾麗絲夢露的稱號 聖啊 聖 前面加了聖 就是那個是別人講的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黃醫師 你朋友的遭遇是怎麼樣 對 其實呢 我朋友如果不講 我們也不知道 他們遭遇到這樣的痛苦 比如說我有朋友 確實是 因為家庭可能都重組家庭 真的會被 比如說季婦或是季歌 性侵害的也有 然後呢 也有就是說那個年紀很小的時候 被這種 好像看起來這個 這個道貌黯然 這個衣冠楚楚的 這個長輩 然後來家裡 然後就給你隨便亂撥 亂摸兩把 然後甚至很很深入的也都有 可是比較特別的是 比如說像這個被亂摸的 這個朋友 他當下 因為那個朋友 那個長輩對他們來家 對他們家來講 可能是比較重要的 比如說可能會在金錢上 生意上的往來 所以他並不敢貿然地去跟他的媽媽 講這件事情 可是不要小看這種事情 因為不是性侵 他們都會放在心裡很久 久到什麼呢 久到終於自己的爸爸過世了 過世不是要辦喪禮 辦喪禮的話 這個很重要的長輩 不就是又是會來靈堂 他要來靈堂 我也要來靈堂 我真希望告訴我媽媽這個事情 然後我希望我媽媽可以 至少當年沒有幫我出一個例 現在他叫他不要來靈堂 因為我不想要看到他 因為我一定要在靈堂 這個我插個話 有些是這樣 來到靈堂 那個拜完之後 還會跟家屬打理 家屬打理的時候 有些人還會走 走上前去跟他握手 或者是抱一下 拍拍 那個如果是以前被他性侵庫 你看他有多恐怖 所以我這個朋友他就 他就很緊張 他為了這個事情 他覺得他 他該不會要裝病 不能去靈堂之類的 但是我 他就問我的意見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老實講 我覺得這件事情放在心裡 也這麼多年了 他如果連到這個最後一刻 你爸爸走了最後一刻 你都不能放下來的話 那表示他有需要 釐清的處理的過程 那這個處理的過程就是 你真的要跟你媽媽講 那他同樣遇到這個夢肉女兒的狀況 我就是擔心我跟他講 他不相信我 那我講了之後 他能做什麼 萬一他不支持我 其實他們最害怕的就是 我講了 你不支持我 不相信我的時候 我該怎麼辦 可是我還是鼓勵他講 那他講了之後呢 他就說 我真的講了 就我媽媽只是很冷漠地問了一句 那他有性侵你嗎 那他是說沒有 那後來就不了了之 所以他們 他們要從這件事情 經歷起來是非常的困難 那另外一位 就是說我的朋友 他被就是說 他的這種重組家庭的 這種某種這個性侵之後 有一天他也是很奇怪 他就一直問我說 黃醫師 就是說如果我媽媽過世 他我不去靈堂 大家會不會說我怎麼樣 他說我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沒有辦法決定 我要去靈堂 因為那時候他媽媽身體狀況不好 他說一般的女兒 親生女兒 怎麼會不想要去參加媽媽的葬禮 不去人家一頂公圍 他說那我這樣到底怎麼辦 我說那不然那天 你只好來做點手術 沒辦法 我說不然怎麼辦 為什麼 因為他也 他就是小時候 這樣子受到性侵 可是他有說 那說了之後 因為他媽媽也是屬於婚姻中比較弱勢的 其實沒有辦法就是去處理這樣的問題 處理到很好 意思是什麼 什麼叫婚姻弱勢 就是沒有錢 不能離開啦 你跟他在一起 他會性侵你 可是我們家就只有這麼多的房間 到底要怎麼弄 所以其實沒有辦法處理得很好的時候 老實講 曾經有抱著我這個朋友痛呼說 那你要我怎麼辦 我已經做到這樣 你還不原諒我 我也沒有辦法 對 但是這樣子 其實這種心結是放不下的 所以放不下到我朋友非常害怕 他媽媽只要身體不好 他就很擔心 他媽媽死掉的時候 他真的不想要去臨堂 他沒有辦法面對 那彭醫師 釐清一件事情 所以你也認為我們社會整體 不不只是加拿大西方 包括臺灣都都會向權勢沉默嗎 對 我覺得這個是整個社會最難以抗拒 而且是最糟糕的部分 因為詮釋他如果他選擇的生活是有益於大家的 那當然就是都ok 可是問題是詮釋利益薰心 或者是只站在自己的自私立場之後 非常有可能是犧牲掉少數人 或者是多數人的利益 那比如說我覺得馬丁路德 就是神學家也是非常有名的人權 這個馬丁路德金恩博士 對 這個博士 他我覺得他有一句話 他講得很好 他說其實你不會記得起敵人 對你說的什麼話語 但是你永遠不會忘記 那些沉默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人受到打擊 就如果我受到傷害 或我受到委屈 對 敵人講什麼當然都很難聽 對 但是你真的會記得 我在乎的是 我為什麼沒有朋友站出來幫我講講話 對 就是這個意思 那王醫師 這是對母親 覺得母親的背叛遠大於 他性侵所受到的傷害 如果單純講憤怒的話 包括像黃醫師講的那個女兒 他其實可以創傷到那一種 他對於母親死的時候 我到底要不要去靈堂 都會這麼糾結 其實我們可以理解 那個幼年時期的創傷 對一個人的影響是非常的大 巨大 差巨大 那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我們每個人的童年都都是已經曾經發生過 都是已經過去的事情了 那食物上很多東西是沒有辦法去賠償的 那個過去已經發生的事情 你要怎麼去做 可是賠償沒有辦法至少安慰 就像是剛才黃醫師講的那個例子也很清楚 那個媽媽都已經抱著他哭著說 你到底要我做到什麼程度 很多時候這種童年的創傷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那些 你所怪罪的那些人 不管是虐待你的爸爸 虐待你的媽媽 你就算把他們碎屍萬斷 你後來的心裡面還是空虛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精神科技師 我們不是在唱高調 我們為什麼一直不太同意報仇 這個概念 就是因為食物上面 不管你怎麼報仇 我們發現那個心理的空虛 你很難填的進來 可是至少報得仇 心理好過一點 我跟你說 可不可以這樣講 報完報仇這件事情 確實會讓人家心理好受一點 可是可以讓人心理好受的事情很多 自衛也可以好受 吸毒也可以好受 打電動也都可以好受 可是這些東西的好受 那個重點都是好受 完了之後 那個空虛仍然